迎接農曆七月的到来 新竹年度盛事2023竹倩中原城隍祭系列活动也即将展开 开幕记者会在8月4号上午在新竹都城隍庙举行 多位贵宾的见证下活动也正式揭开序幕 2023年的竹倩中原城隍祭即将在8月15号到8月30号展开 那期间呢我们有四大主题活动 包含我们8月15号也就是我们的农历的这个7月1号 那我们有这个福门大开的活动 那第二个是我们的夯家解饿 那也有我们的茶叶案坊跟绕镜镇湖 那在这个整个的活动当中呢 这四大主题其实都有它非常传统悠久的一个历史文化意义 所以呢非常欢迎我们各县市的好朋友 那一起来到新竹来体验我们新竹在地人的一件大事 那其中呢我们也设计了许多 包含像是我们城隍庙的许多的神明 他们的一个Q版的一个图像 那我们也制作成了明信片 还有我们的这个香氛片 那希望说大家呢透过一个小学堂的一个机制问答 能够将我们的纪念品都带回家 那我们也这次也设计了城隍庙的积木模型 那如果说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呢带回去 8月15福门大开 8月16杭甲解饿 8月26都城黄碑街舞大赛 8月28茶叶暗访 以及8月30的绕镜正姑 丰富精彩的传统文化 邀请民众一起参加 体验新竹市百年城隍文化的洗礼 民众会在杭甲那个三角形的 你有看过那个东西吗 之前在电视上有看过 对我觉得很特别 就是传说中的雅阶 雅阶吗 雅阶的由来 雅阶的由来就是 储罪消灾 就是它可以帮你消去身上的一些罪恶 或者是储罪的概念 储罪的概念 所以都有大概2000人会来到新竹 做这个夯家结合 然后头上就带着这个三角形 真的啊 非常特别的话 很棒很棒啊 希望大家都一起来 记者会中 除了有精彩的街舞表演 和威灵武术带来的异政文化 此外更特别邀请到 艺人王彩华与Q版神偶 大跳波比舞 活泼的舞蹈动作 就连新竹市长高鸿安 也忍不住上场 跟着首舞组到 记者简淑琦 新竹采访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梦